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亚居 杨开眉头一条 郭深一人竟能将邓奇等人赶跑 这十里着实不错 要知道邓奇这一批人可是有上百人之多 邓奇本人更是一位下品开天 在赤星当中是大统领级别的存在 与郭子言相当 难道是凌峰和徐珍他们中的某一个 这几位出身洞天府邸的精锐弟子应该有这个本事 杨开微微汗手 既侥幸活命那便好好珍惜吧 这无老之地诸多凶险 各自小心 邓奇见杨开也没有要为他们出头的意思 不免有些失望 不过他身为赤星大统领 也知道杨开与赤星之间的恩恩怨怨 倒不敢生出什么怨怨之心 眼看杨开便要雷举 邓奇连忙道 供奉大人留步 杨开驻足望他 还有什么事 邓奇抱拳道 侯教大人知道 我兄弟等人之前发现的那处地方 似乎有太义净神水 太义净神水 杨开眼前一亮 你确定 邓奇赫然道 隔得太远 没有看清楚 但有很大可能是太义净神水 杨开连忙问了下方向 邓奇自然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给他指了位置 杨开挤齿而去 若是一般的宝贝 杨开也未必放在眼中 这些年 他在太虚境大发横财 眼界非比寻常 若这无老之地 又收了两株圣药 又岂会在乎一般的保护 但这太义净神水就不一样 这可是极其稀有的东西 孟宏能重塑根基 正是依靠了太义净神水 洗去了道印之中的 阴阳五行之力 可以说太义净神水 是武者从头再来的本钱 若有武者如孟宏一般 想要破而厚利 非得有太义净神水不可 孟宏那一份 也是机缘巧合所得 一份太义净神水的价值 不比六品材料差 这东西对杨开 虽然没有用处 但以后说不定 自己的亲朋好友会有需要 就算不需要 拿出去换些别的宝贝也好 如今有缘碰到 又岂能错过 身形如地 很快便来到了 邓奇所说的地方 放眼望去 杨开微微一正 只见此地 竟是拒绝了不少人 而且正在大打出手 场面一片混乱 自碰到邓奇到现在 前后也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 而据邓奇所言 他们是被一个人赶跑的 换句话说 这些人也都是在这半个时辰内 赶到此地的 估计是被之前的战斗余波所吸引 前来查探情况 不过此地人数虽多 杨开却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所有心神 都被一个白玉石草所吸引 那白玉石草之中 一望清澈的水液 静静流淌 杨开心神一阵 暗道 果然是太乙净身水 这东西 他之前在孟宏手上见到过 此刻再见 自然不会认错 太乙净身水 价值巨大 也难怪吸引这么多人前来争强 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分不清有几批人马在这里混战 不时地又无辙倒地毙命 也有不少人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虽勉励保持镇定 却难言眼中的贪婪 杨开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到时他肩膀上的两株圣药 引来一道道寂寓的目光 小蘑菇吓得瑟瑟发抖 将脑袋缩在孤伞下 不敢见人 哭白兄却是忽然凑近杨开耳边道 老爷 哪根竹子 杨开赫然 扭头望去 只见那边一个舞者 手持一根紫竹 正朝他望来 那紫竹远摸三尺长 通体紫光盈盈 看起来极为不凡 这就是那根竹子 之前扑白兄带他去那片紫竹林 想要收取另外一株圣药 没想到被人截足先登 谁知竟在这里碰到了 而得到这紫竹的却是一个黑衣少年 看起来年纪不大 神色冷逸 此刻正朝杨开望来 目光在扑白兄和小蘑菇身上转了一圈 旋即冲杨开微微点头示意 杨开略依沉思 朝那黑衣少年靠了过去 后者皱眉不已 明显有些忌惮 不过却硬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片刻后杨开站定 他还没开口说话 便见扑白兄 一下子跳了下来 双手掐腰 抱贺道 赵竹子 你也有镜铁 为人拔了吧 少年手上的紫竹 长出一双眼睛 俯瞰了下扑白兄 冷笑一声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这死葡萄 你是来找打的吗 扑白兄大怒 小贝勒年轻气上 不知天高地厚 以前都是仆爷爷让着你 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那紫竹猛地晃动了一下 从少年手中挣脱下来 落地就化作了一个竹子精怪 身形细长 双足双手 脑袋两边分出两根竹枝来 还长着几片绿叶 他抬手就拔出了一根竹枝下来 朝扑白兄抽去 你敢占我便宜 看我把你葡萄抽了 扑白兄不甘示弱 根须舞动 肆意根根长边 与那竹子打得热火逃天 胡听哀呀一声 扑白兄脑袋上鼓起一个大包 却是被竹子狠狠抽了一下 疼得眼泪直流 那竹子得势不饶人 又将自己脑门边上的另一根竹条拔下 双手抓着 死挥舞两柄长剑 杀得普白兄 节节后退 败向颓声 连根须都被斩断了几根 葡萄吃亏 娃娃大叫 小蘑菇见状上去拉架 却也被那竹子抽了一下 连分吼起个跟头 无形的包子飘飞出去 四周舞着一阵昏昏沉沉 眼前浑向丛生 小蘑菇委屈的 臭竹子 你打我 我跟你拼了 低头 就朝竹子冲撞过去 又被对方一剑抽了回来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眼泪直流 哭得撕心裂肺 葡萄勃然大怒 你敢欺负小蘑菇 我也跟你拼了 根须舞动翻飞 好似长出无数条胳膊 与那竹子扭打成一团 衣服是要跟他同归于尽的架势 黑少年身形晃了晃 眼神微微有些迷惘 忽然一摇头 幻术 抬手一周 将竹子抓在手上 那紫竹泛起盈盈紫光 将少年笼罩 驱散无形包子 让黑少年瞬间清醒过来 抬头望去 只见四周那一个个舞者 皆变得痴旺 显然是不知不觉间 中了幻术而不自知 有的舞者在哈哈大笑 有的在四处飞顿 不由 毛骨悚然 竹子开口道 小子别怕 竹老爷在此 那小蘑菇的幻术 没办法将你怎样 黑衣少年汗手 杨开也将蒲柏兄 和小蘑菇抓了回来 放在左右肩膀上 柔有兴致地望着少年道 怎么称呼 少年没了疑诊 抱拳道 向英见过杨师兄 杨开挑眉 你认得我 向英道 杨师兄大名 如雷贯耳 赫名吧 杨开四笑飞笑 向英眉头一皱 有些摸不准杨开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他听到杨开的名头 确实凶恶无比 一战灭杀雷光剑阁数千人 更突灭了剑阁星室几万人 可谓是一尊杀星将士 此刻真正见了 才知道与传闻中有些差距 不过他毕竟与杨开不熟 知人知面不知心 也不敢冒假定论 心中对杨开诸多提防 我欲去取那太乙镜神水 向兄可有止救 杨开偏头望着他 此地人数虽多 但皆已陷入幻术之中 此刻神志混沌 不足为虑 唯一清醒的 也就是杨开和向英两人了 向英淡淡道 各凭手段 显然是不愿退缩 那太乙镜神水 对他已有莫大的吸引力 杨开汉手 盯着他手上的紫竹 画风一转道 向兄这根竹子不凡 可愿割爱 向英还没开口说话 那竹子却是大怒道 傻来打卓老爷的主意 你这家伙跟四葡萄一丘之鹤 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杨开哑然失笑道 看来我们无缘 他也就是随口一问 既然这竹子本身都不愿意 杨开也不想勉强 真要动手抢夺的话 这向英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不再理会 迈步朝前行去 胡道紧张兮兮地道 老爷 你小心一些 这地方有些古怪 杨开微微一笑 天地灵雾所在 虽然不可能毫无设防 不过纵有冠板凶险 一粒破枝便是 话落之时 他与向英两人 齐齐朝前扑去 身形晃动的瞬间 两人各自朝对方拍出一招 轰得一声巨响 杨开身形微微一震 口中轻移了一声 却见那向英后退三步 竟是没被自己拍飞出去 了不起 杨开赞叹不已 虽只是短暂的一次接触 但杨开也依然瞧出 这向英的不凡之处 对方掌中几种阴阳五行之力 营绕 规律巨大 而且品相极为不俗 赫然都是六品的力量 换句话说 这向英凝练的 竟全都是六品的 开天之才 若非如此 他也不至于能接下自己这一掌 杨开挑眉道 向兄是洞天伏地的高徒 他之前所见 只有出身那些洞天伏地的几个家伙 才有本事凝练六品的本钱 向英滚住身形 压下心头翻滚的气息 佩服不已 百闻不如一见 杨师兄果然了得 小帝出身卑微 并非来自哪座洞天 也非冒出福地 杨开眼前一亮 我明白了 这向英赫然也是个承载者 唯有圣灵之力 才能培养出如此出色的承载者 只是不知 他到底是哪位圣灵的承载者 早就听祝九音说 诸多圣灵暗中培养了自己的承载者 让他们在这些年刻苦修炼 增强实力 好在五老之地夺取那一份机缘 可迄今为止 杨开所知道的只有徐贞等真 却不想在这里居然碰到一个 怪不得他能收取那紫竹 既是圣灵的承载者 自然有这个本事 说话的功夫扬开步伐不停 急速朝那白玉石槽靠拢 向英见状脸色微变 诸身忽然爆出一层邪护 显然是施展了什么秘术 速度大增 也朝那白玉石槽扑去 如今这太义净身时 只有他们两人争夺 谁能先一步抵达那白玉石槽 谁便能占据心机 他自然不愿甘与人后 不过很快 他便露出恶然之色 因为不管他如何努力 竟都没法接近那白玉石槽分毫 扭头望去 杨开同样露出恶然的表情 白玉石槽距离他们两人的位置 其实并不算太远 只有百来账左右 以两人的实力 这点距离等于不存在 一步便能抵达 但诡异的是 无论两人如何飞奔 与那白玉石槽的距离 竟都没有拉近分毫 那石槽一直距离他们白账左右 观望四周 那些舞者还陷入幻术之中 不可自拔 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也没有多大变化 好似他与杨开两人一直在原地踏步一般 像鹰脸色凝重 额头冒出了些许冷汗 这情况未免太过诡异 他以前从未遇到过 又飞奔一阵 忽然四周莫名其妙地多出了好多人 这些人之前一直不可见 此刻却是鬼魅般的现身四周 一个个都拼命地想要朝那白玉石槽靠拢 可惜根本无能为力 也有一些舞者面色颓然地驻足不前 看傻子一样看着旁边的人 杨开和象英都吓了一跳 四周这些人是什么情况 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些人绝对不是刚才那些 中了幻树的人 因为那些人还身处幻境之中 无法自拔 又来了两个 一个老者哈哈大笑 哎 这下完了 怕是走不出去了 就说这等天地灵雾四周 怎么可能没有半点凶险 原来这凶险不可查 不可知 只有洛族进来 才能知晓 又有一个驻足原济的中年男子 摇头叹息 一脸灰白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要出去 有人朝反向奔逃 却始终无法逃离此地 那白玉石槽四周 方圆百丈 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囚龙 将所有人都困在其中 这囚龙内诡异莫测 不管朝哪个方向奔逃 都无法逃离半步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据舞巴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